美国海军规划今年5月至10月 在日本冲绳县的美军加手纳基地 战时性部署两架MQ-4C人与海神无人机 其中一架20日晚间已飞抵加手纳基地 MQ-4C无人机是大型侦查无人机 用于空中搜集船舰的情报与执行警戒任务等 今年3月美国首次在乳牛中检测出 高度致病性的H5N1禽流感病毒 至5月疫情已蔓延至9个州 但传播方式不明 近日自然通讯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却显示 H5N1禽流感病毒的某些雅型 已具备有限的空气传播能力引发关注 法属南太平洋群岛新克里多尼亚的骚乱 已持续一周 造成至少6人死亡 数百人受伤 不仅交通受阻 游客也受困 澳洲和纽西兰21日宣布将派三架撤侨航班 营救受困游客 日本河口湖车站外一家便利商店 近年成为游客拍摄富士山的热门景点 不过也引发不少乱象 21日富士河口湖顶公所 完成对人行道架设黑幕公所 以防止游客争相拍照的乱象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